温馨提示, 是呀, 我们又讲 TVB 不适合看、不适合听, 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 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名, 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 手法有, 手慢无 想不到, OPM 会好看到这样 早前, 终于报完 OPM 了 只看剧名, 其实不太明白 就算有非天人夜喜欢的女神靚汤 都没有寄予厚望 谁知第一幕已经觉得很有趣 很快就已经吸引了 简单来说, 一班人买股票被骗 去追逃, 再调回转头, 骗回人 越压越大, 大得不可收拾 最后发现老虎原来一直在身边 感情不能用事 看演员表, 有点担心 王亭峰男一, 可以吗? 英俊, 健康, 的确吸引 看他主持节目, 单看画面都养眼 口齿凌厉 虽然略嫌他主持香港元未代会的时候 有很多事都像不懂 但仍然觉得他是可造之材 但这么快做男一, 可以吗? 答案就是, 绝对可以 而且做得太迟 论外形, 绝对足够 连演技都有板有眼, 真是教出功课 过往看他做主持比较多 原来也是一个演得之人 今次OPM 由他担正做男主角 绝对投资正确 TVB 要好好善用手上的人才 另一个TVB 不好放过的 就是片中的姚弘苑 较有印象的可能就是 早前的七线人器王 2014年入行 一直都是走走走走走的角色 没有什么发挥 其实他的样子不差 非天爺爺觉得是靓版许志安 是啊, 是靓版 同样, 有样有身材 而且演技不差 劇里面可以坐坐可怜 奸险阴濕的也行 自信飽盆到串仰也行 真是亦正亦邪的路线 戏路也挺广阔 OPM 里面是很抢眼的 至于非天爺爺很喜欢的 靓湯 汤诺文 角色与今宵大厦2里的疯狂粉丝 有点接近 妻子角色也算是开正靓湯的戏路 今次感情戏比过往更准一部 不再单单, 只是漂亮 还有演技 跟王亭峰一段似幽幻无的感情 写得挺好的 最后一幕是讲剧 难得一见, 又浪漫和无奈 听到是否都觉得很厉害呢? 欧阳伟号 Ben Sir 其实演戏都挺重周星池的影子 都算是交足功课也好看 当中和张宝宜的感情线 同样是弱跡弱利 即是敌友难分 都好看 张宝宜的气氛 虽然不太多 演出都OK 也超出了非天爺爺的期望 是有点惊喜的 当中 当然不可以少得的 就是蒋志光 他是整个故事里的灵魂人物 蒋志光演什么角色都好看 例如市井入目三分 奸到出汁那些 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气场 傻偷傻佬那些 有演出中佬的味道 即是男人的又可以 有钱的又可以 OPM 里面 蒋志光很难摸清他的底蕴 和姚宏远的司徒关系 射得很深刻 结果也有点无奈 值得一提的是王柏文 他演的小角色不太起眼 但那种小人物的内念 最终只求有个安稳的生活 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 那种性格演得好到肉 基本上OPM 这么多演员都演得不错 要赚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例如只有10集 没有空间、没有时间 去描写多余的情节 过往TVB那些几十集的故事 往往都加插了很多无聊的剧情 搞笑 连填补时间 OPM 完全没有多余的空间浪费 故事和剪接爽快紧臭 甚至连选境都相当有心思 例如《非天爷爷》是超喜欢的大结局 《黄庭峰》和《湯乐文》《马路》上那一幕 是一个航拍 一条香港很平常的马路 都拍出电影感 很有感觉 还有就是 每一集开头的小段 第一集大玩大时代跳楼 画面变成4比3 OPM有很多细节位都很用心 不得不赚 不过当中的笑卫和过往TVB剧相比有点大胆 尤其是最初几集 《黄庭峰》和《姚弘苑》的笑卫 《DSM》的装扮 《名誉》或《暗誉》的性爱场面 到底可不可以出现在翡翠台呢? 《非天爷爷》当然觉得是小无见大无 但翡翠台好像有点难度 今天收到一个消息 《凶宅清潔师》 7月会在J2的晚上11点半播出 未知是竹本还是剪接版 我个人希望是剪接版 因为《凶宅清潔师》的故事是好的 唯独是拍得不够好 放慢了些节奏 但又起不了什么作用 反而觉得拖拖拉拉 直接放在电视会赶客 当然只是《非天爷爷》个人的喜好 就算一刀不剪 也不是一个问题 起码J2终于为TVB的剧集 开出一条新的路 播一些未必适合翡翠台播放的自家剧 现在TVB还用一班年轻艺人 但其实也忽略了一班有些年纪的艺人 这样也会令他们感到不安 因为大家都只是为生计 既然有两个平台 希望可以平均分配一下 平均分配一下不同的题材 《非天爷爷》都有两个频道 是不是很夹眼 试者样得 大家可以过去订阅一下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另外一个频道 《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你们下集中